因為他是靠他的戀根 他一開始只有退法中性 然後第三個在反覆會的時候 他就在這個施法的中性裡面 那後來學位的時候 後學的時候 他從施法 副法 安主法 勘打法 戀根轉為副等性的血果 一有退 等於說他剛開始是在施法的中性 後來到有學位的時候 他又從施法 煉根到護法 安主法 勘打法 所以後面那句等三煉根 之後學位他從施等三煉根 修煉根轉成護法的時候 然後吳學在施學位的時候 他就退法一樣 跟前面一樣 因為退法是最低的 然後第二個呢 是吳學位的時候 他從退法修煉到這個施法 一樣是 只要往前進的時候 都有可能會退 那不退的時候 就是在反覆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還是這樣的有四個總性成在 施法後來還是有施法的 這個總性後來他有施法的阿隆漢成就 他就不會退了 吳學位也是在先學位的時候看他的手發心的 那我們這個就是看到這裡 再看一下下面還有一部分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所以非先的不是先贈德的果 後來就是不是先前所贈德的果 是後來贈德就會退 所以他這一句話是五從果退 有五個會從果位上退的 就是我們的退法施法 復法安處法看 那這裡這個會從果位退就是因為呢 他不是最開始贈德的果 是後來贈德就會退 所以非先還有這個意思在 不是先贈德而是後來才贈德的 練根的就有可能會退了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多出來的意思 之前的第一個意思的非先是說 他不是前面的這個總性 如果他會從果位退就是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詳細的表 這些果位的阿隆漢呢 就是因為他們之前沒有這個總性 非先非前面四種 有這樣的總性的情形的時候 他也會退 那四從總性退裡面呢 沒有退法是因為退法是最低的 好 那他不是跟前面一樣有總性的時候 他就會從果位退 那第二個意思是說 他不是先贈德的果位 有到後來的他就會有退的情形 好 那大宗部這個我們這課本就是有了 然後這個金部的意思就是有六種 為什麼阿隆漢分六種 就是說以憲法樂柱來講 有退跟有不退 憲法樂柱也會 這不是阿隆漢退了 他不是國 他沒有退阿隆漢的國 而是他的這個禪定力退了 非有退國 不是說國有退 國是不會退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到的是 金部中的 在我們的第五行下面開始 對 依金部中 玉漁柱漢必無退國 所以非有退國 聖道正故 因為所謂聖道就是五六之會去贈德的 所以第六行上面這樣寫 那中間二國 因為他是有漏道正的 就有退 那如果是超越 剛剛講超越的三國跟二國 也沒有退 他這裡的主張就跟有不一樣 因為先政的就不會退 那你不是先政 非先的時候就會退 所以依金部的主張就是 阿羅漢的國位就是不會退 他會分六種阿羅漢式 以約就是以什麼為主 是用這個憲法樂柱來看了 看他是不是有退跟不退 不是從退國來看 這在我們的二十六第七行 約憲法樂柱有退不退 非約退國 不是從退國來看 是從憲法樂柱 所以這也非有退國 他不是退國的問題了 若得國 如果他真的得到這個國位 信接不動 他這個就不會再動了 不會像有部長 總信有國才不會退 這是有部認為的 他是認為你只要有得到這個國 你的這個信就不會退了 那前面那個是 你得到那個國位 你之前不是那個總信 你就會有退 對不對 剛剛我們看了那兩張表格 他是在講有部的思想 不是說他這邊是憲法樂柱 分了 那分出六個不同的阿羅漢 憲法樂柱就是我們的四禁律 以四禁律來講 你修了這個四禁律裡邊 離開了玉界的五義之樂 對不對 我們的第一個出禪就是離生其樂 已經離開玉界 那有法上的善法樂叫憲法樂柱 現前受到那個法樂 善法的樂 那這個四禁律都有 都有憲法樂柱 是定當中的那些樂柱會退 但是國是不會退 這一句話就是我們剛剛課本看到的 第七行的下面 對不對 如果你得到這個果的話 那他的性就是不動了 果六種 因為以果味來講要分六種 是因為禪定的關係 從果上來講 得果的話 你的就不會再動了 不會再退了 所以經過講 果是不會退的 果是不動的 果上沒有六種差別 那這個他講的六種差別 退法、施法、安住法、護法、勘達法 是因為用禪定律 他的六種差別是 憲法、樂柱有差別 有的會退、有的不會退 那什麼叫憲法、樂柱呢? 就是有漏的 因為只要是禁律都會有漏 因為你退了禪定 你的禪定不可能一直 死死都在定當中 你會退出禪定 所以禪定是有漏的 憲法、樂柱是一個有漏的 狀況的死禁律 所以他就會有禁禁退退的問題 就是說四個根本定了 出禪、二禪、酸禪、四禪 這四個禁律 阿羅漢他會退 那這個定可能要退的話 就是要退法 所以他的退法 阿羅漢說 死禁律他退了 他為了要保持這個禁律的時候 他常常想我要怎麼讓他不退 這個施法就是說 你會思考怎麼樣讓他退 那代表你怎麼樣? 會害怕嗎? 害怕他會退 你才會一直想要用方法讓他不會退 恐怕退 然後你經常用方法去保 想要想方法的時候叫做施法 然後他要想辦法保護他 接著他可能怕會退的時候 他會常常去想 那接著他就用方法去保護他叫做施法 讓他不要退 那如果他不保護的時候 可能再禁一層就是說 他不用特別去保護 也不會有什麼原因讓他退了 叫做安住 那勘達法呢 他能夠達到不退 就是一支往上精進用功 他這個禁定是禁律就不退了 叫勘達的阿羅漢 他這邊有寫勘達禁律是勘達法 他能夠達到不退的時候就好 那麼這些不會退的 到了最後不會退的情形 不會再退禁律就不退禁律 就是不退禁律就是 他用這個不退法的部分 我們的那個阿羅漢裡面 最後叫不退的阿羅漢 他覺得那個是以定律來講 他已經定律不會再退了 那都是約憲法樂處分這六種中性 在我們這個課本裡面 第十行的最終一行 約憲法樂處分六種性 所以因為你不可能一直在禁定 定當中的樂處會退 但是果是不會退的 所以這六種阿羅漢篤名稱 金部跟有部都有承認 有部說的是會退國 金部最講的是 阿羅漢他覺得國位上會退的是有部的說法 金部是退憲法樂處 他們各有自己的依據 然後各有自己的這個體系不一樣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一張 他就是看到這個出國他會怎麼樣 這個大眾部跟畫地部呢 大眾部又分出畫地部 應該我是這樣放的 就是他會很慢 出國的時候呢 就是二國三國 出三就是出國二國三國他會有退 這是大眾部講的 我們現在看大眾部跟畫地部 所以這裡也畫一條線 然後二國也過來 三國也畫一條線 這是大眾部 然後四國呢 第四無退 就是畫一條線 第四國的話不會退 然後這個金部呢 認為出國後是指阿羅漢都不會退 所以這邊出國畫一條線 四國也畫一條線 然後中間兩個會有退 是二國跟三國 那有步呢 就是初一就是出國呢 是不會退的 就畫一條線 然後二國三國四國後三有退 這是有步的 大概我們清楚他們的說法 不過呢 以這個說法來講 是士氣論師認同的是中間這個 那一般人的修行 大概以說法來講的話 應該你見到真理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再有退了 除非你的真理見貨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因為你已經斷了血池血見了 再來就是修貨的問題了 好 那我們上一次呢 還有這個 看一下我們宗據 我記得上禮拜是看到學539頁 還有一個 要是要進去那個 還有一個補充的內容 請同學看一下好了 在活教裡面出現很多 所謂自殺的現象 其實這個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在前面呢 講到這個退法種姓的時候 可能因為我之前是補充了一份講義 上禮拜寄的同學是這一份 對不對 這一份裡面有提到這個 有一個阿諾漢叫喬底家 他有這個自我完成呢 就是結束生命以後 但是他有進入過涅槃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看完 那裡面呢就是有講到 這個生命的結束是聖人跟凡夫呢 他到底差在哪裡 那這個這篇文章呢 是這個恆基法師 台大的那個哲學系的 他寫的這個論 有關火點裡面出現的 智商的現象都是宗教性的 不過呢他的動機分為兩個 第一個呢就是純粹為了解決 個人的宗教心路歷程 所面臨的困難 第二個呢就是大聖思想 這個就知道 我們知道活活的本身故事 他捨生為眾生 這個故事很多 所以實踐大聖教育行之以外的 智商行為 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捨掉 這也算是一種刺商行為 只是我們現在看的是第一部分 因為這裡還沒有完全進入了大聖思想 那這兩種不同形態的這個行為呢 他表現出活教的教理 重點發展的方向 早期活教的聖者呢 是獨覺跟聲聞 他們代表自求解脫 為中心的這個苦行征 所以釋迦魔靈佛成道以後 他也經過了一番的思維 這時候他就決定了投身世間教化眾生的時候 他就開始捨身 為了救度別人跟動物的事情很多很多 在我們的本身故事裡面看到 三大阿針幾千都要行菩薩道 象徵他打破獨覺聖人比聲聞更好嗎 他可以自己去悟得這個真理 所以他打破了獨覺智力的傳統 接著發展菩薩的生故事 這個我們都在大聖的很多本身談裡面看到 那也表現佛教對這種志願的宗教自殺行為 給予肯定 即到大聖佛教更發展出燃身共佛的 也有很多人還會燃子共佛 那原始佛教的聖典裡面最主要有關的是 在各部廣律裡面記載 真函有大規模自殺情形 這個我們之前也提到 就是我們前面在座上不靜觀的時候 有講到就是他們在修這個不靜觀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身體很不乾淨 然後就厭棄這個身體 他們就依佛陀講的這個不靜觀 就是大家變成了集體做了這個自殺的行為 於是有很多比丘就請別人幫他了斷他的生命 或者說自己了斷 於是活頭就制定了不能有傷害生命 你幫他自己的生命 只要這個形態還存在的有作用的時候 你去終止它就是殺戒 所以我們的廣益殺戒還要放 假設這一支原汁筆還有水還可以用 我都不可以把它怎麼樣丟掉或是浪費掉 這樣也是一個殺戒 因為浪費有用的東西 幫他吃個食物 那這是廣益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個人的生命 所以如果來到大聖他就有廣益的 那任何比丘不管是殺人或自殺 他們都犯了這個我們戒律裡面佩洛伊 那自殺沒有完成就要偷燃遮 這裡有一個名詞 同時佛陀也教士比丘說 他只要往這個修安波念 因為你這時候專注在觀呼吸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身心有清安 另外一種深的清安 來輔助你對深的厭禮感 感覺這個色身好像很不好 至少你在利用這個色身 在修行的時候 你有那種清安的這個禪月的喜樂 所以來到出禪有尋釋 喜樂的就會出來 所以樂靜觀跟樂喜觀就會出來 作為對峙不靜觀的這個效果 慢慢他們就會取得那個平衡 所以廣略裡面提到 禁止、嘆時、暫時、勸時 乃是針對有些比丘 鼓勵在家居時之殺 以便早日獲得升天 就是說那你如果現在是你的來生會到天界 那你為什麼不現在就把你這個色身 讓他消失然後到天界去 另外戒律裡面禁止請求別人解釋 不過剛剛那個說法就是一種邪知邪見 因為你還在這個有肉的色身裡面 在人間你還可以修行做很多有利益人間的事 那你還是要善加發揮他的功能 就像我剛剛講 你終止他的功能 你就是一個殺截 這個生命還沒有終止 還可以使用的時候 你不能隨意去終止它 所以戒律就開始制定出來 禁止請求別人結束他們的生命 所以提倡忠道的佛教就開始反對了苦行爺 反對這種厭世的思想就出現了 因為厭世的思想就會自殺 那在爭議的是在阿罕經中 又找到一些被默許的自殺事件 那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有部的這個施法 施法本身他這邊講到是在我們的 第1個第幾行 538頁好像有講到 他好像是講到先來沒有講到施法 我看一下 施法就是想要什麼方法 讓自己不會退掉阿羅漢 在我們的537也看到537 537倒數的5行 拒退失害怕退失阿羅漢的這個果位 恆施自害就是這一個 就是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阿羅漢 他本身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施法阿羅漢 他害怕退失他的阿羅漢 他恆施自害 所以常常想要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 就是施法阿羅漢 那這個明顯的自殺例子就是 除了我們上次給同學補充的理念 叫做屈底嘉就是這個 這個是翻譯的 就是這個屈底嘉跟我那天補充聖果跟辯 那個是同一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禪陀跟罰家裡這三位 那比較明顯在阿涵經這三位 除了我們看過屈底嘉以外 其他兩個都是因為不能忍受病痛而自殺 那他們自殺的原因跟前面所提到的比丘們 應修不靜觀而產生對生存本身的厭禮 或為了尋求天界的享受而自殺動機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本身有難以控制的條件 就是身體勢大已經有問題了 所以你的四大只要問題出現的時候 你的射身就會產生很多的病痛 很難忍受 然後他就想要自我了斷生命 他原因就是屬於外在的 自己沒有辦法控制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他後面這兩個 除了僑底嘉以外 後面這兩個是自己沒有辦法控制的病痛 或是禪陀跟拔嘉靈 那你看他們怎麼樣去完成他們生命的最後 那《張函經》裡面又記載 禪陀本身是重病不堪其苦 欲舉刀致敬 我今天會把這一篇拿出來給同學參考 是因為其實這些聖人他們的生命的 從這一生轉到成…這是一個很好的 給我們啟發的 因為我們必然也會有那一天 那就是也可以給同學作為一個說 生命裡面萬一你遇到有人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幫助他 這個是很好可以實際運用的 那如果你的心態是最重要的 所以施利弗跟摩基西柔 就知道以後就去勸這個禪陀 經過一番的問答 摩基西柔就問禪陀說 如於眼耳鼻舌生意 然後我們的眼耳鼻舌生意 會產生的還有第六意識 意識還有法成結合在一起就會 眼耳鼻舌生意對法成就會產生意識 何所見何所知 你有怎麼樣的對他們的看法呢 於意意識即法 見非我 不意我不相在 你沒有看在裡頭沒有一個我 那就等於說我不在這個相裡頭 那禪陀就回答 等於說他一半問他 也一半跟他做開始 他就說我於意意識即法 見滅之滅固 於意意識即法 見非我 就是說他已經看到這個 我們的六根出六成是一個換的 不意我不相在 他這樣斷掉的時候 前面那個是見非我 看到沒有一個我 就等於我不在裡頭 然我今日生病苦痛不能堪忍 欲禮包自盡不樂 不要讓這個苦再繼續生了 然後從這一段問答裡面 可見禪陀對根本佛教的諸法生滅 無常無我 他有沒有認識 他回答的時候 他已經對這個教義有領會了 雖然不再有我職 所以你的見地觀念是引導你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的文師兄 你沒有一個開始正確的概念 你怎麼會去思維 你怎麼會去修行 所以雖然聽聞是好像是很簡單聽一聽 可是他在如形當中 就把種子種在你的八十田中了 什麼時候他會出現呢? 就是在你因緣法 當你在面對那個情境的時候 那個自然而然他就會出現了 那當然最好就是訓息到 竄息到很圓滿的時候 當然他最好就是自然而然就能夠 無時無刻都有 所以基辛羅就接著說 無所依者則不動搖 不動搖者無所得無趨向 就像你的心人沒有一個執著的時候 你就很自在 你就不會說一定要去六道哪一道輪迴了 無趨向則有止息 就是你的心的貪能吃止息的話 這個有止息故就不隨去往來 就沒有來去 有來就有去 有生就有滅 不去不隨去來去 則無未來出生的地方了 無未來出沒者就沒有生老病死又悲苦惱 如是純大苦去 這是在大陣仗裡面的第二卷 各位也可以去查在348頁 那某基西文的意思說 既然能夠做到無有依實執著 那心就能保持正念了 不動搖 死以後就不會再多惡去 所以你的念頭會帶你去投身 剛剛我們說念佛往生 他也是用佛號讓你的正念是保持 然後你有一個願要去淨土 所以當下那個心都是很重要的 如此生老病死初患又自然斷境了 這正是原始佛教的追求 當時候這個還沒有淨土法門 慢慢才延伸 所以當時候他們的往生的淨念相續 是用你的平常學習佛法的 正知正見去引導你自己 那你這個正知正念建立到多穩固 那就是在靈命中那麼關鍵的時刻 你就要把它怎麼樣拿出來用 問題是我們在生歸脫殼的時候 會很難過 你是不是在那麼痛苦之下 你的觀念、正知正見 還能保持這個就是定律了 所以為什麼要熄悉到 很自然而然成為你生命裡面的一部分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禪佛自殺以後呢 瑟麗佛就報告佛陀說 請問佛陀他去哪裡 當至何去、雲何壽生、後世如何 佛陀的回答說 彼正知正善、解脫善男子了 這代表他有解脫了嘛 解脫善男子 所以瑟麗佛我不說比有大國 就是說他雖然自殺 那我不會覺得他這個是大過重 因為他的身體已經沒有辦法去承受 這個讓他們繼續活下來 那若由捨此生、餘生不相遂者 若你捨掉你這個剩下的這個色身呢 讓他沒有再相遂 我不說比有大國 只是因為他已經真的是有正知正念了 離開了人間 對,前面我講的這句話是很重要的 就是正知正善 代表他離開的時候是有正念的 好 那這樣呢 他離開的時候就不會去輪迴 所以你有政治正念的時候 你整個是跟法界合而為一 如果你沒有當下要去進度 那你就是入法界了 隨你該去的那個法界 然後佛陀非但不以纏頭自殺了 而且還說他第一劑 第一劑就是說達到生意的意思 生意底 那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 當時判斷自殺的標準是以自殺者本身 在你要往生以前的心境很重要 還有往生以後的去向的決定 因為這叫做一個過程嘛 生命沒有結束 他只是一個轉換過去而已 可見在有條件之下 自殺已因為現實情況而被容許了 就是有在阿含經裡面有看到這個故事 所謂被允許是回頭會看到 他們的這個生命要轉換的時候 他能夠把自己的正念保持 這樣是可以的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有提到第二個嘛對不對 拔家裡跟蟬陀故事大同小異 不同是這個拔家裡在自殺前 他想見活陀最後一面 於是活陀就到他的精涉 很特別是活陀並沒有勸他 只問他說 是否已了解萬法無常苦空的道理 所以他已經完全瞭解了 他說我今日於色常無常決定無疑 無常者是苦決定無疑 若無常苦者是便意法 與筆無有可貪可欲決定無疑 等於說他瞭解這個色身是一個無常 無常他本身就是一個真理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無常你就會瞭解空性 因為他是一個苦沒有錯 然後他會產生變化 那你就不會有任何貪戀的心 因為你已經確定了 所以他有這樣的正知見活陀 就為他寄說 若於生無可貪無可欲則 世則善終 後世益善 所以他自殺以後活陀同樣是 跟前面那一位修行人一樣 他認為他是第一級 那我們再回來看的是 喬尼家跟他們不一樣 對 因為他是 那兩位是身體病痛 是自己沒有辦法自主的 這種身體狀況 那他得是比較有爭議 那也出現在我們論裡面 只是元徽法師沒有把這個故事 放在這裡 只是另外那個光劑 據色論的光劑裡面 有舉這個例子 因為他的修行已經有相當境界 就我剛剛講的 他來到司法阿羅漢 他已經是阿羅漢 前面那兩個還沒有到阿羅漢的境界 他已經證著十愛心解脫 十愛心解脫 我們上次講就是在我們的 五百三十七到五百三十八 他有六個十 好醫 好食物 好握具 好處所 然後好說法 好同學 他有這樣的時節因緣的時候 他才能錄定跟心解 在五百三十七的倒數二行 跟倒數一行 然後他又很喜歡這個禪定 這個愛是指他又特別喜歡 因為他真的阿羅漢一定是 還要有禪定力 可是呢 卻不能長久保持這個境界 就是司法 他就是一直想說 怕自己退私 這個果位的時候 我們剛剛找的 他害怕退私 他就會想要自己了斷 所以他有六次的經驗是退了又得 退了又得 所以為了 因為他已經太多次 他想說那第七次呢 他已經又回來原來阿羅漢國 他免於第七次退私 所以他決定要自我了 這時候摩托巡就出現了 摩托巡也害怕他的這個魔子魔孫少 他講說他如果自殺 他會超脫魔境 於是他就請佛陀去勸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到 這個阿羅漢他如果正到阿羅漢 他在臨命中的時候 他會再回來他原來的果位 他如果退了 他會回到原來的果位 他才離開人間 他的退不會完全沒有 那所以這樣子如果他自我了斷 這個等於說他就會正得阿羅漢國位 那這個魔境就是摩托巡就害怕 請佛陀勸他不要去自我了斷 可是佛陀知道去比家 已經快接近正的阿羅漢了 所以並沒有阻止他 反而說佛巡放逸走 如果大家是魔子魔孫就是放逸 不精進修行 所以現在最容易讓我們放逸 大概就是大家都會有陝西產品 如果你的手機是一直在看 每天的太多的信息的話 你的那個圓太雜亂的時候 你的要專注修行也很困難 那也是幫你綁住在魔界 不要離開魔界 所以魔波形放逸走以次世故來 因為你要讓這些魔子魔孫更多 因為你自己的事情你才來 但是堅固道心的聚足事 就是指這個曲底家 常住妙禪定 昼夜勤精靜不顧於性命 見三有就看到欲有色有無色有 這三界會害怕 他不想一直在三界裡面 斷除彼愛欲 就想要斷除這種貪愛 其實欲界最重就是我們的欲望太多 以摧毀魔君 就是他的心已經可以扶住他的慾望 然後對峙他這個心魔 所以他已經摧毀他自己的心魔了 所以群體家他會進入這個拖捏盤 那群體家就以不住心指刀自殺 這也不住心是說他就沒有任何的執著 因為剛剛講他已經降虎的 他心裡面的心魔沒有太認識 他死後就波群找不到他的神事 代表他已經離開三界了 所以波群沒有辦法看得到他 已經入法界 那他已經超越了輪迴了 經典裡沒有說為什麼原因 讓他沒有辦法保持禪定 因為以經典來講 他這個退法的阿羅漢 是因為退掉的是禪定 不是退他的果位 所以他的果位還是阿羅漢 只是他退的是他的禪定 所以他很怕七次往返 因為他本來就是退法的阿羅漢 所以進進退退好多次 他就很怕他萬一阿羅漢的果位也沒有 所以他就以這方式來 但是他結束生命的時候 他還是回到阿羅漢的果位 他沒有退他還是 因為以我們的論裡面講 這個生命結束的時候 你會回到你原來修庭的果位裡面 然後才離開 所以如果他自殺的話 他是回到他原來的果位 不會往下掉 所以不會可以肯定是 從他捨棄肉身的存在 他就達到了宗教的最終的解脫的目的 就是因為有剛剛我們提到的 他會回來他原來的修行 那其次我們還可以在果典中 發現一個比較特殊的自殺例子 那就是已經證得果位的阿羅漢的自殺 最有名的就是 瑟利伯也有 那大愛道是 這個一個名的 女眾的比丘 魔波蛇波提 大愛道獲悉 國陀將要三個月以後入捏盤 那因為他不忍心看到國陀 比自己先滅渡嘛 好像感覺就是我們講的白法人送的法人 所以他就請求佛陀讓他自己先滅渡 所以佛陀默許以後 他就自己打坐 這個要有功夫啦 然後正身正義 從出禪進入到我們的四禪八定 最後到四禪的時候 可以三昧真果自己燃生 所以瑟利伯一樣也是這樣子 他不能看到如來先入捏盤 所以他就也是升空 然後真宗出火 一樣從三昧真果 然後自燒神取營捏盤 聖利活功大愛道都是阿羅漢 所以他們才有這樣的功夫 依照佛教的傳統來講 其實這樣就是自我了斷生命 所以如果講不好是自殺 但講好他是怎樣 他是有功夫的 自我完成結束了生命的這件事情 所以就很自在往生啦 因為有的人要往生是很病痛 然後來對折磨 然後很難過的離開 那他不是啊對不對 他想要離開他就可以離開 所以要修行到能夠一之十四自在往生 這還要有功夫嗎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所以所謂自殺也不是說不好 而是說他們只是知道自己的生命 想要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他要結束了 他們有各種神通 所以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去離開 然後死亡的方式 這個都是可以決定的 所以他們陸捏坎似乎又跟其他人的 刺殺性質不一樣了 有沒有引起可以不可以的刺殺 因為這個還是一種比較好的宗教的行為 代表他修行有功夫了 那從以上的這個廣綠跟阿罕經的刺殺勢力 我們大致就可以看出原始佛教的刺殺官 沒有宗教意義和價值的刺殺是被苛斥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現在 大概都有宗教意義的時候 就是代表他了解了佛法的時候 他有正知正見正念的時候離開 那都沒有問題 他甚至可以超越三界輪迴 沒有宗教意義和價值的刺殺才會被苛斥的 就是第一個最開始我們看的就是不敬觀 那個就是因為他只是因為修行的方法太偏激了 不敬觀因為看到自己色身都是不敬 沒有看到好的 那偏了一邊的時候 這一種厭世、厭生的 這個就是偏激的會被苛斥 還有外道跟他講說你可以升天啊 那你為什麼要在人間活這麼久 你現在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了斷了 這個也不行 因為就剛剛講 佛陀的殺戒就是說 這個生命不管有情無情 只要他還有存在的價值毅力 都不應該去終止他 你終止他你就是犯了殺戒 就我們用的詞比水 所有東西都是一樣 你可以利用的時候 你都還要不盡其用 那我們的生命更是 如果你堅持存在人間 你還可以學習佛法 然後自利利人幫助別人 這個都還有發揮功能的時候 你還是要讓他展現他的生命意義 而不是去終止他 所以這個都要了解清楚 然後你平常也要建立 佛教的正知正見 你在靈魂中的時候要篡習得很熟 你在那個當下還是能夠保持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下面呢 又看到一個阿涵經的畢數經裡面 很清楚表明這個觀點 這個是一個佛羅門的長者 他不相信善惡跟融迴轉身 於是他跟這個張摩羅家 就展開了辯論 那畢數就說提出了一個質疑說 如果佛教長行善能升天 那死必然就比生存在人間好 因為你死了以後就可以到天界 不是更好嗎 那好人就應該自殺來升到天界 這就是有點辯論 詭辯 那如果你貪生不敢自殺 那代表就是證明死沒有比較好 死不勝於生 所以揪摩羅家瑟舉了一個比例 就舉一個例子來回答他的辯論 他說如果有一個人懷孕 他為了要爭取這個家裡的繼承權 知道自己是不是生男生 難道他要用刀子呢 妥自己的腹來看嗎 因為以前沒有辦法去用超音波去造 知道現在是男生 結果不但造成自己生亡 也傷害了這個胎兒 這個比例就是說 你的動機是不正確的自殺 還會導致反效果 所以剛剛講 這個生命它的價值意義 還有時候你還要發揮到 它的完整性有以後 它自然的結束 那你再到天界那就OK 就像這個懷孕的婦人 他自然的生產靈筒以後 把這個小孩生出來 就不用傷害自己 也傷害他的小孩子 所以我們在摘取未成熟的果實一樣 你要去把這個事情 前因後果動機都要很清楚 所以揪摩羅加社同時 還提出到一個反對自殺的理由 那就是勤勸這些 我們勤修善戒德的好人 即使你提早死亡升天 但他也應該多留世間 饒益他人 不可以只是自求解脫了頭 因為活教的精神是 你自己好也要幫助別人 不是光自己解脫就好了 總之活教認為這些自殺無意 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 這樣的自殺是犯戒的 他的犯戒 自殺裡面是犯戒沒有錯 但是還要看他的自殺是什麼情況 如果是為了自己的目的 沒有去幫助到別人 沒有考慮到別人的時候 或者是因為你的一個心的結打不開 那這樣子自殺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來世在遇到這個問題 你還是要再自殺 重複的這個行為又會出現 那你就重複了幾次 以後他要下地獄很久的時間 因為你犯了殺戒 那另外一方面的 活教也容許那一些在教裡有某些 就我們剛剛看到那些證物的弟子 至少他沒有到阿羅漫 他還有某個程度對佛法的了解 已經有某個程度理解 但是他因為身體有重病而自殺 那善見律平佛沙裡面就很清楚 若比丘他病很重 若見重征即看病 比丘料理辛苦而自念言 此等正為我故 辛苦乃而 至關壽命不得久活 而不食人間煙火也不吃藥 若有比丘 我病疾苦我受命益盡 我道姬如在手掌 但是他能夠清楚了解佛法 若見如此不食 沒有吃東西死無罪 就說你看到一堆人在照顧你很辛苦 然後你自己也沒有辦法 身心自在的活動了 已經身體狀況已經來到 射現很多植物人 或是已經身體都沒有辦法自在活動 其實他活著是很辛苦的 旁邊照顧他的人也很辛苦 不是他辛苦 兩個都很辛苦 這樣的活的意義可能就很低很低 那當然他沒有活教的觀念 你就要使他也很害怕死 然後他也捨不得他的家人 所以平常就要去培養 真知真見的活教官 如果他平常沒有這樣胡報聽文國法 他到那個時候你要改變他也很難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他只能拖著他這個疲累的身心 然後受病痛的身心還繼續活 那他有只是一口氣還在這樣子活著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有學活法的胡報就是說 你瞭解你的人生的這個過程以外呢 我們後來生命要怎麼離開 也能夠自己很清楚要該怎麼樣去幫助自己 或幫助身邊的人 所以又有比丘看到他這樣子很清楚他的活法的時候 他就可以這樣的安然的離開 所以這個善見力比佛沙是中國以為是四分力 但是後來近代學者有去比較研究 所以我發現他是國英駐市的赤銅業部 就是銅碟部是南傳的一部律 所以南傳上座部在有條件下他們也贊同 當你的射身已經沒有辦法自在 然後又要拖累很多人的時候 還是可以離開也採取寬容 當然你要離開這個人本身也要觀念是正知正見 你才會因為離開的撐恨心或攀念攀遠的心 你可能再度投身輪迴 所以這個條件都是要都有的時候才有辦法 那我們還有一個部分還沒看完 下面還有一段我等一下再繼續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到白牛跑了 我們是去買的 要求 тебя 你也可以來喜歡 我要選驚喜 說到底會不會選擇 你太快볼了 你也不請請 doct 他 我 他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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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